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人生乙世耕饮丙序 这个八字是说 他明年会遇到岁运并临 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 各位岁运并临 就是他大运是任寅 他刚好也碰到一个流年是任寅 两个东西一模一样 这叫岁运并临 但是我们先不用管这一些 我们先首先来看一下 他这个八字的一个本命的一个特质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本命特质是壬水克冰火 地支四身一合,寅木克序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天干是一个食神自煞的一种情况 地支才破硬 以来讲的话 就是财运的一个部分会稍微的强一点点 他的官运 因为食神自煞的一个关系 所以会是一个比较偏弱的一个情况 然而 他现在进入了任寅 任寅的时候是不是让他的 荧幕更强 然后让他的一个壬水也是更强 所以他就是想要问说他到底能不能够去结婚 这一种情况 其实在明年来说他就要特别特别注意 当这个八字他只要没有这个壬水的时候 各位你把壬水你把他盖掉的时候 是不是他就会变成是 丙火是直接去杀庚金 这样子一来的话 他反而会变成是一种日主授克的一种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建议在明年的时候去结婚 在明年的时候去结婚 而且他在明年来讲 他地支的一个财星也很容易会在一次性就不见 所以在明年来讲 不管对于他本身而言 他是会很会日主授克 第二个他的财星也一样会受伤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就要特别注意 你就用和克定吉凶 你就会知道和克定吉凶 任 丁 雾 这三个月他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三个月就是他日主会受伤的地方 第一支 和克定吉凶 隐月、亥月、申月 就是他的一个财星会特别特别弱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你了解了以后 其实你都不用管什么名词的 什么岁运并临 浮阴返营 这一些其实他都是一种 所谓的 就是一种排列组合 你会觉得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 可是实际上 你还是一样 把他用五行升克 而五行升克 我们常常讲的 本命大运还有流年 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这一个流年的时候 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所以在批命的时候 他就最少最少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 本命 那过来流年不在 流年不在会是什么情况 就是 没有流年的情况 他到底又会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流年里面 其实我们都会最少最少有两种项 第一个就是流年在 第二个是流年不在的一种情况 这一个来讲 我们就会知道说 他明年壬水一旦受伤 变日主受克 所以明年对他来讲 就要特别注意 这几个月 就是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没有流年的情况 有流年的情况 其实他是不是就还是一样食伤自煞 所以食伤自煞来讲的话 他对男人他就会强悍 可是 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因为他的官运毕竟是被制的 所以一般还是 会说他的官运比较不好 他假如想要结婚的话 就必须 他的地支的官跑出来 而且是无伤的 不然他就是天干 要有一个让他的 丙火能够复活的 这一种的 五行 所以来讲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过来就是任养丸 就是奎卯 奎卯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其实他要到下一柱运 就是 就是辛丑 丙心一合的时候 是不是他的一个丙火就没有受克 他原本丙火是受克的 所以他的一个官是负的 到下一柱的时候 他的官就会变成是零 零来讲的话也绝对比他现在要好 所以 假如说他在问感情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都会建议稍微晚一点 不要在这几年下去 否则的话 其实 以他的这一个八字在现在而言 来讲的话 他的感情就很容易会出现问题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关注、分享 这些对于我的创作都会是一种支持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